经过设定后 启动机械手臂 进行全自动抛光作业 从镜料研磨到视觉检测 透过力感测器 可以研磨不规则 湖面的水龙头开关把手 取代传统人工抛光 一台机台可以取代三个人力 搭配这种力感测器 就是它在磨的时候 我们检测它的 磨的力量大小 如果太大的话 会稍微修正一下 太小会稍微修正一下 它完了以后 直接会到摄影机前面 我们检测OK了 它就会从这边卸料的出去 如果不OK 它会再看检测 哪一面不OK 针对那一面 再做补烟磨 除了最先进的机器人应用 最传统的铸造比赛 学校也不缺席 学生在赛前努力练习 甚至在赛中被灼伤了手 还是坚持到底 精神可嘉 比赛当天 我们的选手 第一天就被火烧到 他忍得痛 用那个冰呼的过程 那我问他说痛不痛 他说不痛 明天要不要比赛 继续比赛 没想到最后他拔的头走 就忍着还是要走 不然比赛就没有成绩 结合以赛促信 像这一次的参加 全国的技能竞赛 就是我们这样来培养出来的一个 很优秀的选手 学校表示这次参加第50届全国技能竞赛 在高手云集的竞赛中摘下三斤 2020第14届工业机器人竞赛 荣获第三名 表现亮眼 新唐人演的电视 叶喜红台门招话 采访不得 第三名 电视